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一些日本的物业代来说 日本自从1991年 物业成交开始滞后 现在是买家主导的市场 当在东京的Asaka 地产公司主席 Erik Oskum 在接受《纽约时报》访问时说 东京现时的楼岸每月供款 只需房租的二分一到三分一 但市民仍然不想购买房产 在同一个报告里 美国滨州大学的副教授Jero Yoshida提到 日本的物业价格自从1990年 平均下跌了50% 这是因为市民对日本经济不全希望 Mr. Yoshida认为 现在一般的房价比1991年 只及价值的一半 而一些例如在Minikami 和施业地区的房价 下跌去到可能是90% 只有少数人 外国人会从日本来置业 而国内的物业成交涉及外国人的比例 是未到百分之一 这些外国的买家 大部分是从台湾 或者中国内地来的中国人 他们用来投资 或者作第二居所 日本并没有 对有兴趣置业的外国人 有任何限制 而日本银行 也向就业的外国人提供房财 不过物业交易的税行相当高 而买卖双方都要向物业代理 缴付3%的费用 作为交易的佣金 买家大约要总共付出 是楼价5%至9%的税款 和交易费用